駕駛開到一半 前方突然出現一名女子 疑似喝了些酒 走路還搖搖晃晃 沒想到下一秒 女子二話不說 拿起包包就往車窗砸 被嚇了好大一跳的女乘客 就是她 有著財富女神封號的王又欣 年僅三十九歲 累積上一身家 還在豪宅裡飼養羊駝 引發網友討論 上個月二十六號 凌晨兩點多 和丈夫外出買宵夜 新京北投公管路 突然遭到陌生女子 攔截砸車 夫妻倆直奔 派出所報案 摇下車窗想說她有什麼事情 然後要去問她 結果她就衝過來 然後拿著包包就開始瘋狂暴打 然後我們就有點嚇到了 後來我就剛才把窗戶關起來 結果我窗戶關起來的時候 回想起當晚王又欣還是心有餘悸 不過行車記錄器曝光 也引發網友質疑 認為是不是他們違規跨越雙黃線 逆向行駛 導致路人不滿 回到事發地點 因為市場施工被圍起來 加上另一側又有不少店家 因此許多駕駛多少都會壓到雙黃線 而目前警方也已經鎖定嫌犯身份 參選顧原松水湘雲臺北相貿道 這邊有廣告 還有雙方的範圍 雙方的路由